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9日 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个想跟大家讲 在这条片的声明里面 有两个连结 一个连结是WhatsApp群组 就可以单向发信息给大家 另外第二个就是Bang群组 就是一个聊天室的群组 大家可以在这里互相去聊天 也符合私针条例 因为聊天室的人 就不知道你对方是哪个 也没有公开到的电话号码 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 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1月份的CPI CPI就是跌了 那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和美国 大家面对的经济周期 就不一样了 中国就是面临一个我们叫做通缩 就是说那个物价是 大家去预期 以后的物价是比现在低 而美国就是说通胀 尤其是在早两年的通胀率 非常之高 所以为什么他们 要在短期的时间之内 由零利率加到5多 就是想去按通胀 现在还是有通胀 就是未达到联储局的要求 希望通胀是维持在2% 现在还是3% 所以为什么现在坊间有这么多人 期望联储局减息 但是联储局到今天 都未开始去减 大家去年年尾英趋 又说到实下实险 说3月份会减 现在1月底 联储局公布了 说我们不会减的 我们还要看久一点 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人 坐在不同的位置 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做金融的人 或者是做房地产的人 他很希望 那个加息周期快点完结 就把那些钱赶出街 令到他们会投资 他们的产品可以卖得出 那些房地产的成交会多了 这些就是说 有某部分人 他们的主观愿望 也是在坐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需要去说这些话 但是你坐在联储局 联储局有两个功能 第一就是刚才说的一件事 想着去压通胀 以及去提供资金的流动性 来控制那个经济 第二其实他背后 是服侍一帮金主论 你想清楚 联储局是一个私人俱乐部 是一些银行家组成的一个会 去讨论那个利息的走向 那些银行 其实都是听命于后面 就是又是犹太人 他们去玩那个市场的游戏 这个政策是怎样 他通常永远在讲议色会之后 都是讲一些无铃两可的说话 你看好又可以 你看不好又可以 有时又说会加 有时说会减 有时说会维持 永远不会被你捉到路 因为他是方便他去做那个决定 令到他因应市场去做那个决定 不会被你抽到鞋腿 这个就是在讲你的情况 那反过来 中国就经济不好 陷入一个通缩 通缩的时候他们希望透过去减利率 将那些钱赶出去 就是做投资 但是中国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你早两年 就算你投资房地产也好 股票也好 其他东西都好 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些钱投了出去 虚本的 股票市场两年左右 跌了一半 房地产市场 根本又是跌了几成 令到那些人就害怕了 那怕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他的钱就流不到出去 流到出去的 可能会去其他国家 就是钱是有脚的 但是那些钱 被你套了一个手额也好 一个脚尿也好 令到他走不到出去 那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什么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放在银行 所以你会见到 在银行的存款 就会是这么高 同样道理也是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很多存款 就放在定期那里 去看定点 那中国的香港 在过去那二十年 其实就是一个很奇怪 咸淡水交界的现象 经济的 有时就跟美国 但是跟中国 因为很多东西是说中美交流交中国 在过去二十年 美国他们用量化宽松的政策 利息减到这么低 经济又过热 就是说你经济好的时候 你还吃赌品 那就会有一个火箭速度的上升 那些资产就升到你受不了 那那个资产的升的速度 都不够那个价值 升的速度 我经常都说 价值在这里 那个价格在这里 那个价格慢慢要追上那个价值 这个就是说过去二十年 但是反过来 现在美国的经济好了 它收水了 那它用高息了 然后反过来 中国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 你是要去吃补品的 反过来 它就不让你吃补品 还让你喝一杯冻水 还要去加利息 就令到 现在那个 我们的价值在下面 那个价格在上面 要慢慢向下沉 找回一个equilibrium 那这个呢 就是说 此一时也 彼一时也 人生就是这样的 又极右 去到极左 那 所以 常常为什么我们要说 中庸之道 好的时候 不要想到 那么开心 得以忘形 觉得全世界都是你的 去到 市不好的时候 也都觉得 绝望到 这个地球 就来毁灭 就来死 不是 在每一个市场 无论你打仗也好 和平也好 经济也好 也好 经济不好也好 都是有机会 有相机 我常常相信一个词语 那个叫做 蚁在狼中 就自然会脱荣而出 那么 为什么你 不会突出来呢 因为 你 不是精英 你要接受 自己那样东西 你自己去说 你自己是精灵 你说 你自己 天下无敌 你觉得 你自己与众不同 要去 说 给人听 你自己与众不同 就是说 在你任何时候 全方位 全天后 你都是比人厉害的 那你就才是 真真正正叫做出雷拔水 如果不是的 你根本就是叫做徐波逐流 是一般凡夫逐子 没有分别 那么很多人 不会相信这些说话 他觉得 那个时势不就他 如果要那个时势就你 那你就不是英雄 那么这个 很多朋友 不会接受 因为 很多人将 两样东西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 一个就是实力 一个叫做运气 运气 运气就是说 你生长在一个大时代里面 顺流的时候 你自自然而 就会有那个成绩 那就是说 不是你叻 是个时代 是顺势 反过来 你实力的时候 就是说 你无论在市况好 差的时候 你都会 有成绩做到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实力 那么过去那三四十年 尤其是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出生的人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幸运 在香港 做那个中美桥梁 中西桥梁里面 发挥的角色 那个气氛 是很重要 很重要 他就获取 这个回报 就是七八十年代 做一个叫做 entree port 转口港 做得很成功 接着九十年代 美国选择了 香港成为 国际金融中心 帮内地去蒙 钱融资 又发达了二十多年 到今天 现在中美吵架 的时候 香港便蒙受这个冲击 那 是蒙受了这个冲击 如果你是 香港是一个聪明的人 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都会找到 一些相机 这个就是我 叫做 一个总结 就是说 不要经常衰个市况 要想起自己的人本身 第二个想说 就是说 在 有一个项目 就是说 在 叫做 在 彩虹 和 九龙湾之间 有一个项目 就是以前收旧楼 那里拿回来 就是 啟业村对面 一个project 他们收回来 他们叫做 太风 那个项目 那个成本不便宜 第一 他们就买回来 又要去做 强拍 第二 又要去保地价 保地价 保地价是因为 他以前那个 楼面面积 起的地积比 和之前的不同 又要去保地价 这样的时候 其实 保地价的赤价 已经5800多了 之前 去 统一业拳那里 又花了22亿 又花了应该是 三四千元 即是说 总成本 买这块地块的时候 可能是八九千元 那你加上建筑成本 加上一些利息 加上一些开支 加上一些开支 上去的时候 可能要万六七元 才开始有利润 会打和 这样的时候 要考他的那个 功力 看看能够多少钱 那他们又未卖过楼 所以他们就 火拍了 新世界呢 就帮他们做这个项目 的 埋楼 那个 和物馆 提供一个 管理 服务 和销售 那个意见 那 这个项目 其实就是旧楼 收回来 去 买去 重建 那么 其实几年前 我曾经都帮过一些 发展商 就是专业收旧楼的公司 去做过一些 叫做 会议 主持一些会议 那会议呢 就是 召集了那些 那些旧楼的业主 就出席 就在酒楼那里 那里 那在植间呢 酒楼里面呢 我用测量师的身份 就跟他讲解 为什么用这个价钱 去收楼 那其实我都讲了 在植间也讲了 很多人误以为 发展商呢 就一定赚 那 为了 不让他赚那麽高价的时候呢 他就 每一个 小业主呢 就会说自己的物业呢 是独一无二 高层的 就说自己有景 低层的呢 就说我自己不用走楼梯 那 如果是这样 不同个价钱的时候呢 是不能去收楼 去做重建 因为今时不同往日 因为以前呢 那些发展商是可以下钉 因为 那个离印费问题 现在不是了 你买下去的时候 就要去给离印费 成本重了很多 那所以过去 十年八载呢 那个收购旧楼呢 他们用一个叫做捆绑式的 买卖方式呢 去收购重建 就是说 召唤了那些业主出来 那那个 发展商呢 他就给一个叫做 conditional offer 一个有条件的要约 就是说 如果你八成人 都肯卖出来呢 他就会用某一个价格呢 就给你去买 如果少于八成呢 他就不会 因为为什麽呢 他不想逐件逐件收 逐件逐件收的成本很贵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去收这些旧楼的时候呢 就会付两个价钱 住宅每一平方尺是多少钱 商铺每一平方尺是多少钱 就是这麽简单 不可能 每一个就跟他聊 你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那个就比较差一点 如果是这样呢 是没得谈 是浪费时间 那尝试就去讲 就讲了那些听 一个重建项目 用这样的地价买回来 再去补地价 再去加建筑费 就是这样的钱了 这个呢 是今天的价格 没有人在市场 可以预计得到 两三年后 那个价格一定比今天高 所以 我们给这个价钱 已经是有利润 已经是包含了一个风险里面 希望在这个合理价格 是尽量争取得到 是最高的 就给他 这个呢 就是那时候 我在收购旧楼的时候 就会说这些什么 通常在升市的时候 那些小业主 就会不同意 那 在跌市的时候呢 他又觉得 没有人走去 打这些旧楼的主意 那对这些旧楼的主意 其实有一些问题 因为这些楼 通常呢 楼龄呢 就不会少了 五十年以上 比比街市 跟着住在那些人呢 通常都是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 你要他 没有力气的时候 扣三四层楼 根本就是 一上一落 他们是很费劲 他们是很希望呢 是卖到楼 收回一笔钱 去住在其他地方 这个是他们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有些人 可能是想着落钉 有些人是想着 我要一个高一点的价 每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 令到那个捆绑式 买收购重建那样东西 他们就落空了 上次那两年 做不到的时候 接着现在要等 就要等下一个周期 下一个楼市起飞的周期 才会再有发展商 去参与这个重建游戏 或者是等就等 就是等市区重建局 就是去给一个进取的价钱 就去收你 但是今时今日 市区重建局 已经是一手都是货 他都不知道想着怎样出 未来看着是会有赤字的时候 他还有没有一个 这么宽松的钱 去做收购项目呢 我想是没有了 那就是说 这些旧楼的业主 就面临就是要去 每一天就要上上落落 辛苦去走楼梯 而且也都要面对 那一座物业 日久失收 再要去给一些维修费 香港的维修的价钱 就非常之高 就是说 他们去维持 这一座物业的成本 又会是更加之大 那这个我不是跟一些发展商去说话 也都不是跟什么 我只是只不过 我体见的事实是这样 那也都 那个发展商 就是之前帮他们去 去帮这些收购楼 其实很多呢 都是好像社工那样 就是解决那个 公公婆婆的问题 那也都有曾经去做这些收购楼的时候呢 那些公公婆婆呢 是送一些 他们做的食物呢 是给他 因为他多谢他 他帮他卖得出一层楼 可以套一笔钱出来 可以去别的地方 改善他的生活 那这个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市区重建 要去做的事 那么 到今时今日 现在 那个房地产市场不好了 那不就会出现呢 未来 我估计 未来的十多到二十年 你的市区重建 是会出现 几大的问题 因为没有钱去做 你一样东西要靠公营机构 用补贴的形式去做发展 两东西都干堂了 现在香港政府已经干堂了 哪里还有钱去给你去做这些project呢 就没有了 那私人发展商 私人的力量 也都因为他们自己的楼都卖不出的时候 怎么可以再开一条战线去做这两东西 在市场去买一些新楼 就算地铁线路的招标 那么容易拿得到 他们都不肯去给钱 怎么可能去搞一些那么复杂的东西呢 那所以 上年2023年呢 一单收购旧楼的project呢 都没有完成交易 你只不过是听到呢 就是说 上年做这个叫做强拍 是说的是三四年前做下的项目 排到期现在去做的 那已经是一些专门收购旧楼的公司呢 已经是解散那个收购旧楼的部门了 那这个就是说着 我知道的资讯了 那 所以经常说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这么紧要 不要经常以为不关你事 现在已经是开始去到 发展商是拖拔那个建筑进度 不要起那么快 不要起那么快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按进度呢 就去给钱 影响是什么呢 影响就是那些建筑工人 那这个是现实来的 那么最近也都看到一个成交 力保中心 现在的造价呢 只是一万六千元尺呢 是回到十年前的价格 商下的成交价或者租金 是预示着什么呢 是预示他们的租户是 能不能给到租金 如果是市旺的时候 你过百元的租金一尺 没所谓 因为我做到生意 当生意不好的时候 十元一尺都要去想 这个就是说商业活动 就是大家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我看得到市场 未完成过调整的原因 就是说 在商业世界里面 现在尤其是个人员之后 我想会有一波新型的 业务的调整 调整就是去重新考虑 我的公司面积 需不需要那么大 有没有办法可以开源折留 包括在固定的物业支出 包括在人手支出 包括在整个商业模式 他们真真正正会 是重新考虑 现在经常都说 有很多专财高财 会下来 现在的申请数字 有二十二万一千四百四十宗 批了的呢 就十三万五千充 而在这个计划里面的高财通 有六万二千多宗 批准了的呢 就四万九千多宗 那我承认这帮人 是能力的人 很能力的人 但是重点 他们是打工的 他们不是老板来的时候 那究竟 有多少的职位 是可以给到他呢 现在金融从业园 就是我说了半年 说到口臭了 个个都说 我都说是震过猫王 那现在有报纸就是说 中华通街都是 失业的i-banker 亦都出现了是什么呢 扮上班啊 那些亦都出现了 那这个 我都不想在 一年三十万去 就好像是吓大家 但是 这个是现实 即是钢级消费 会出现了 即是两送饭 去大陆去消费 由以前啊 只是可能一两个人上去消费 到今时今日 去到什么情景呢 去到连团年呢 都会在内地 因为我计过一条数 我包一辆车上去吃 跟着 在香港可能是吃得一围 在内地可能是吃得三围的时候 他计过呢 就更加化算 不如将那个年夜饭 就捧了上去 那所以餐饮业会呢 就说了 今年的酒楼呢 只是做到一轮 那我觉得它已经是叫做乐观 有朋友跟我说呢 就是过去呢 是连一轮都做不到 那这个 如果做不到生意的时候 又会有新一轮的 餐饮业呢 是会又去作出调整 那我觉得又不怪得了 香港人用脚头票去内地 是很与那个 食品的质素 服务质素有关 那我 举一句最简单的例子 我去 早几天在大角咀 吃东西 有一家叫阿霞云吞 那那个 那个铺很小 几十个位 但是 爆的 做到我想 不止一轮 起码三四轮都有 那其实它赢是什么 就是赢质素 旁边的店铺 看到有吉凯的 为什么会出炎吉台呢 就是那个食物质素 给不到它 收的价钱高 那这个 为什么人家做到 他做不到呢 是真的要去反省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件事 疫市 人家做得好 一定是有个原因 但是 你只是败 市道不好 不会 香港还是有人 我不信全部香港人 都会去北上去消费 始终都有一个叫做交通的成本 留得在香港去做的时候 如果你给到一个合理的价格 一个好的 味道的产品 我觉得那些人都会用脚投票去做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 人才那样东西 那今天年三十 那明天就年初一 那预先公祝大家 新的一年就进步 还有是希望赚到钱 那我是会年中无休的 那明天呢 我都会如常拍片呢 就跟大家去拜年 那希望今年就大家 吃一个很好的团练饭 因为始终 中国人也好 或者是人类都是这样的 一些群体的生活 人的存在呢 是需要家庭去支持的 那 就算你赚多少钱都好 如果家庭不和 你也是会不开心 所以 我 就是两样东西 放在头位 一个就是 健康 因为你没有健康 也都照顾不到家庭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家庭 就是你 家庭齐齐整整 开心心 你就算是 家前万贯都买不到 因为你看到很多 那些我们叫做 爭橙的事件 经常都出现东张西望 尤其是现在那些人的年税 越来越老 九十多岁 有很多问题出现 六七十岁的 又猴住九十岁的家产 然后又去推卸责任 因为他自己都顾不到自己 很多问题出现 那 有钱 就出现一个 产产的问题 没有钱 就是说推卸责任的问题 都是那十个字 说钱就是失感情 说感情就是失钱 那 如果要我去选 我就希望 都是说感情为主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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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